好,我們來測一下碰撞 他這個車 基本上沒有車能撞的動作 他這個車基本上就可以說是為碰撞而生 好啦,認真 認真測一把 因為碰撞這個東西其實 大家會陷入一個迷思,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車不容易撞動 或者是這個車碰撞很爛 很容易飛 所以我覺得這還是跟網路 有比較大的關係 因為這個,跑跑這個玄學遊戲 我應該講過很多次 就是跑跑有很多會影響 的因素,什麼赫茲啊 然後 汐車啊 然後是連直播都會有影響 都會影響你的 你的碰撞,所以 這個遊戲就很玄學 所以我覺得跟車的關係比較小 那當然還是會有一點 就是 你車的 轉向靈敏度 會影響到你調整的速度 那是真的會有差 就有一些車要轉得很慢 就有一些車要轉得很慢 或者是打方向打不大的話 你就會感覺他調整很慢 或者是迷失誤你就很難去 救車 所以主要還是要測這些東西 我覺得 碰撞這個東西其實 跟車的差異不大 老實講我就是這樣 就是大家會迷思 就是啊,合金 像以前就那種 合金就 合金就 碰撞就很強 其實我 我自己的感覺是沒有這回事 不過這台車的 容錯率 的確很高 容錯率是什麼呢 就是 集氣量 因為你被撞之後或者是你 的路線歪掉之後你要做調整 那你需要其他氣量去輔助你做調整 那這個時候 極向高的車就很適合 拿來給大家做實戰的選擇 這台車重心真的很好 應該是目前 金光實在車裡面重心最好的 那速度不是最快的 但是重心是最好的 對 對 想要後追還是領跑 平常在玩的時候喜歡後追啊 但是我比較適合領跑吧 因為我後追說實在的話 團體作用不大 但個人賽我喜歡後追 想要後面簡陋 那感覺很爽 在比賽有機會出現嗎 在韓服人賽是 現在是不可能出現了 不太可能出現了 除非特殊地圖 要不然不太可能出現了 對 對 對 因為他也有鞋子 他也有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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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來,裡面來 有誒 這有跟幫 然後這台車有個特點就是 它的重心可以聞到 你不用上人行道就可以在這邊做拖票 當然還是上人行道比較好 因為角度會比較 比較能打平 你的拖票速度才會提也比較高 但如果真的沒有辦法被撞到 沒辦法上人行道的話 他還是可以做拖票 雖然我不建議啦 因為拖票速度會比較快 但是最後一個彎很容易被吃窗 這跟 意識有關係 通常這一關還是要守一下內閃 完全不能跑圖 應該是沒有吧 應該是沒有不能跑圖 有 沒有 氣很多 你基本上兩個 兩個 兩個地罩出來就可以買一個齊 但還是跟你的力道有關啦 但是 就比較 容易 滿氣 他不是你學長喔 真的假的 你走 你走 但是 第一次 有 你應該是想奪 你趁快 看到了 欸 斷太拳 驚鋒驚鱼的追對 偷飄 偷飄 偷飄起來速度不太快 這台車本來就不是偷飄車啦 這台車速度上我覺得你硬要 偷到很極限的話 他還是可以跑到不錯的成績 但是沒有必要因為這台車的 作用就不是 給那種跑峰極限的人開的 那種跑峰極限的人適合開滑車 這種車就是給 就是跑峰很穩健的 不太喜歡偷飄的或者偷飄拖得很 很穩的那種人開的 你知道嗎他不是給那種要跑快的人開的 這台車我覺得也不太能貼 不太能貼因為他的重心問題 我覺得他甩起來很容易撞牆 就是他的重心很靠 很靠前 然後比較硬 這台車比較硬 所以你簡單講呢 一字以必吃 一字以必吃的這個車 就是要跑得醜 真的啊這個車你不能跑 哎呦那他怎樣 那個網路是怎樣 這個車你不能 想要跑太好看的路線 就跑一個大概 差不多就好能守的路線就好 因為這台車很容易斷台啊 然後又很硬 所以很硬 可是就是因為容錯率高啊 你只要跑跑跑 自私一點 不出太大的差錯 其實都還OK 所以 要錢 好醜一點就沒問題了 這台車不是有脫漂圖啊 這台車為什麼韓服聯賽現在沒人開的原因是因為那個時候出了一台黃金騎士 黃金騎士的速度沒有很快但是他的手感跟他的重心足以替代掉這台車 所以現在韓服聯賽出了一些特殊地形的車 特殊地形的地圖有在用閻文2之外其他地圖基本上都被換掉了 尤其是尾流圖啦尾流圖這個車根本沒什麼辦法開說實話 有想閻文2哪來強啊但是尤俠啊我是覺得燻文2一定一定要在尤俠出之前先上 可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橘子會把這台車放在他們後面 有他們的考量吧我也不清楚 那簡單講這台車還是一台好車拉 價格 至乎 這無課玩家來講這台車大家就可以考慮一下 他跑刀劍真是很好跑的一台車 雖然就沒辦法沒辦法跑那麼極限可是 你就不太擔心要會失誤 加車你有很有可能會失控在這不會 甚至你要直接這樣跑也可以 問題不大 救車 這大家有學到嗎如果把這台車開得好 簡單講就是要跑的醜 看Line 我也不知道怎麼現在流行說醜但是 醜這個詞我們以前很早就講了 就是說這個路線很醜 這從好久好久好久以前就這樣 就想看Line 你現在都看了 他可以試試看Line 好可惜 我們去看Line